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童看天下用SDGs阅读世界的成果 六年级的小作家们进行数位阅读探究 分组创写了62本的SDGs知识型绘本 要让世界更美好 在时期下永续发展的目标中 建德国小的小作家们选择了消除贫穷 拯救饥饿 性别平权等八项议题 进行了62本SDGs知识型的绘本发表 迈入第二届的小青鸟工作坊 在乐推老师张思涵的带领下 孩子们不只阅读还写作出书 让SDGs浅白已懂 孩子们在实作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学会 做在网络世界里面 这么浩瀚的网络世界里面 他们要找到符合自己研究问题的正确资料 而且还要能归纳跟整理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分享给大众 学生练习定义关键字搜寻资料 阅读网站的文字绘制新制图 希望带给学弟妹们一些启发 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新书发表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这就是学校阅读推动的 另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价值 探究课程结束后 6078有四位同学 仍然想继续研究拯救贫穷的议题 他们主动申请参与科华威 线上数位阅读专题探究竞赛 并以如何帮助街友为题 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探究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团队合作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也花了非常多时间 在这项报告中 知道街友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没有家庭 主动的去求知 主动的去理解事实的真相 是现在的孩子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习到的重要技术 另外406班的同学 感受身边的问题 活用所学知识 探究有你真好 吸收了很多知识 透过学生自主行动 让师长理解学生的痛点与难处 一起解决问题与自主学习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鼓励孩子多阅读 中和国小60一般的师生 就策划了一场走读去的课程 邀请陪伴他们阅读的苏奶奶 前进余约二手书店 一起感受书香世界的美好 孩子对二手书店有着满满的后期 最大来自于如何营运及创业理念 我们为了要把这些书留下来 不管是情良的书 还是历史的书 文学的书 这些书都一定还会有人想要看 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知道一下 我们金融市有个二手书店 在做些飘书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 阅读有不同的形式 而且在访谈当中 可以透过人生的阅历 去知道说 如何从阅读当中 去吸取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所以今天我们小朋友 从建书店开始 到我们的著名的雕塑 一直到我们的 余约二手书店 他们应该是收获很多 也算是我们给小朋友 一个毕业的礼物 中和国小601班师生 策划这一场 转换课堂风景的活动 邀请到陪伴他们阅读的苏奶奶 一起到场 进行幻书的温馨活动 品格能够感化一个人的心灵 那你心灵感化以后 将来你到社会 要找工作就比较简单 那其实苏奶奶跟我们合作呢 已经有超过超过五年的时间 那苏奶奶已经90岁高龄 但是她每个礼拜呢 几乎都会来学校 各个学校去做 一个爱阅读跟品德教育的活动 我们在苏奶奶身上 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比如说诚信 品格教育为首 教育处中生科科长 及中和国小校长 都亲自参与活动 给予师生满满的祝福与肯定 基隆在阅读的推动 不遗余力 那我们也将在112选年度 我们要率全国之先 在所有的国中国小 每个学校都会设一位 阅读推动教师 那我们希望这些阅读推动的领行员 在学校可以透过 推出不同多元的课程 跟活动设计 那我们的阅读可以从小加根 孩子们也特别选读文章 进行live podcast分享 为国小六年的生涯 画下完美的据点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中正国小附设幼儿园 在中传利敏活动中心 举办端午节 老幼共学的课程 一项支持老幼共托 及共学的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 也专程到现场一起加入 包纵行列 现场气氛温馨热闹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也是基隆市议员林沛祥 和阿嬷阿姨 以及小小朋友们 七手八脚一起包粽子 好不乐闹 端午节快到了 中正国小附设幼儿园 特地利用向基隆市政府 教育处申请的老幼共学经费 在中正区中传里敏活动中心 举办端午节老幼共学课程 让小朋友和银法长辈们 一起带动唱 一起开心活动筋骨 中午一二三四五 一一花超过大 无论公立私立都可以来申请 那他都可以规划一个学年的活动 他们要跟社区的长者 做什么样的互动 在这个历程里头 不管可以先规划课程 也让社区的长者 可以规划他们年度的一些活动 几年下来 我们从110年开始推动到现在 今年已经有13个幼儿园 接近有70场的活动在进行 那活动下来反应都非常的好 小朋友每次跟老人家互动都很开心 那老人家看到我们小朋友来 更开心 每次回去都很期待 或者说我们小朋友 什么时候又会再来 希望这样子的一个真相的互动 能够促进小朋友更加的有一颗了解社区 关怀社区的心 那也让长者们在这个互动中 重温一下自己带孙 带小朋友的那样子的主生之趣 重镇富佑也请专人来讲端午节的由来 以及教学包粽子 而一向支持老幼共托 以及老幼共学的林沛祥 也专程到现场关心 并且和老小朋友一起包粽子 好不热闹哦 我们基隆市的人口里面有11万人在台北上班 而这11万人口大多数都是从20岁到55岁 变成是说我们的幼儿跟我们的65岁老人家 大多数都留在基隆 那对我们这些通勤好朋友 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口来讲 这是我们心里面最担忧的一块 因此沛祥在上一届第十九届选举的时候 就有推出一个证件 叫做老幼共托 那今天看到教育处把老幼共托 把它简化 以降低成本 然后更能够发挥一些教育功能的情况之下 来去推动所谓的老幼共学 沛祥不止给予肯定 而且希望说在疫情后 我们大家都需要多多出来 参与彼此之间的活动 让老人家跟小朋友一起共学 共乐 共好 小朋友也和这位阿贝 又是同言同语聊天 又是一起包粽子相处得相当愉快 而对于阿嬷阿姨们来说 看到这位少年鸡包粽子实在很厚 看他包得还不错 再帮他包的粽子为整形一下 绑好挂好 同样聊得很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渔会推出以馒头为食材的健康粽 议长同姿为市议员张浩瀚受邀出席推广 感谢渔会的用心 让基隆的粽子与众不同 面团在桌上不断的搓揉 不说还以为正在做馒头 将面团放入一整颗蛋 再用粽叶包起来 基隆区会今年推出 以馒头为食材的健康粽 取代传统糯米的肉粽 希望提供长者多一项选择 我们是怕说它糯米有比较香味 比较不好消化 所以我们就改用是面包 然后里面有蛋 然后做的话应该是比糯米饭还好做 因为糯米饭工序很多种 健康粽外皮加入了抹茶 充满茶香 区会推广健康粽 邀请有厨师证召的妈妈们 手把手交易长童子伟 和市议员张浩瀚一起包粽 我们端午佳节要到了 来特别请我们非常专业 以及执照的老师来特别包粽子 给我们的老人家 给我们的长辈 那我们这个粽子很特别 等一下让老师来介绍 让老人可以吃 然后帮助消化 又可以体验端午佳节的感受 不会让老成为一种生活的歧视 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个面包 包的粽子 然后又可以体验到端午佳节的这种氛围 我觉得非常感谢金融区与会 而且今天包的粽子都会交给七个区的弱氏长辈 然后还有育幼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我跟浩瀚议员在这边 非常感谢金融区与会的用心 让我们金融市高龄化社会 可以感受到端午佳节的愉快气氛 那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粽子 跟一般的粽子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也是 与会这边跟我们的老师 特别的一个用心 知道说煮米对非常多的一个长辈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消化的这样的一个食材 所以特别选用了 类似像面包 饭头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呈现给我们地方的一个长者 那希望让他们 除了在端午节能够吃得开心以外 那更重要的也是吃得健康 那我想金融区与会 那不只是做在平日 在做这个端午的活动 像平日中午 他们现在也提供了 非常多的一个社区公餐 热腾腾的健康粽出炉 一阵茶香扑鼻而来 让人食指大动 这个健康粽 是特别为我们在地的老人 特别设计的 因为路面不容易消化 这个用面包 全面包来做 用抹茶香味 让老人家吃得可以 容易消化 有一个都过动节的 特别的意义 这种区会推动渔村绿色照顾 针对渔村长辈 规划不同课程 平常提供 营养又健康的便当 还不惜砸下重金 设置了烹饪教室 每到逢年过节 就请家政妈妈 设计营养餐食 所以我们每个星期 都有关怀老人的便当活动以外 每个星期 我们会请老人家 到宜未来走走 办很多的活动 说唱 还有烹饪 还有烤面包 比如说做粽子 每样都有 我们希望老人家 不是孤孤单单坐在家里 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 能走出来 它不是社会遗忘的一群 大家 精点心 用一点心来关怀照顾他们 我想他们感受会很深的 而且身体 精神上都会更好 更健康 端午节快到了 渔会推出 以馒头取代糯米的健康粽 让消化系统比较不好的高龄者 也可以感受到端午的气氛 记者 黄少鸣 基隆报导 120公车通勤月票 将在7月1号上路 副市长邱佩玲 陪同交通部长王国才 视察基隆地区月票整备的情形 副市长强调 基隆市政府会加强协助 宣导月票资讯 为民众提供更多元的交通选择 1200通勤月票7月上路 副市长邱佩玲 陪同交通部长王国才 视察台铁状况 我们两个窗口都可以加支 出勤我们会有一个专门加支 一定会大扣窗口 不会 就这个 加支很快 亲自到专门售票窗口 及闸门通道走一趟 了解进出动线是否正常 我们在上班时间 我们会开放近战的方向 然后在下班时间会开放出战 这个什么时候装好 这个在本周内应该可以装好 随后邱佩玲陪同王国才 前往国王客运基隆临时站 视察月票自动储植机 预购情形 副市长邱佩玲承诺 会配合中央协助宣导月票资讯 提供民众多元的交通选择 你们那个市政委这边也宣导一下 第一个先到这里加支 对 加支还有那一天 7月1号以后在台铁车站都会加支 这段期间我们跟宣传说在台北 新北都可以坐捷运站的一个加支 有 是 虎佩玲已经请台铁在7月1号 之前要做一些压力测试 那之后要有专人在这个地方来引导 我想我们会看状况有缺点就马上改进 最重要就是临场的应变要非常的快 1200都会通7月1号上路 基隆预购人潮相当踊跃 7月1号会增加台铁 基隆 山坑 巴都等车站 提供设定定期票服务 那我们配合整个行政院一个TPS公共政策 以及基北北桃 我们所谓一个1200都会通 那我们正式将在7月1日开始 那我们6月15号就正式来做所谓的预购 那现阶段我们各个县市 包括基北北桃 我们都全部来做一个预购跟推波 那也这边行销 希望各位我们大家市民的一个公共运输的好朋友 积极我们来透过运用这个1200月票 让公共运输能积极的一个落实 因为他们原来搭乘是台铁或者是这个国道科运 他们的这一个整个的通勤的一个费用节省就比较多 那每一个人的通勤费用其实也不一定 那所以大概就是说三折到五折 一般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原来的通勤的支出 那使用通勤约票之后 大概就是说占他们的这个原来通勤支出 只剩下30%到50% 基隆民众通勤到双北地区 每日搭乘台铁国道客运约有七万五千人 1200都会通月票上路 预计可以替通勤族省下五到七成的通勤费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之后 依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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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哇 这都是奖 我已经在这个价格脱出了 以放昇 然后闹 这是我们的习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副市长邱佩玲与市府议会代表 前往日本宫古岛的帆船比赛会场 为台湾选手加油 也感谢台流杯帆船赛活动 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元祥 在宫古岛海上乘风破浪的有趣画面 这次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与产发处长林鼎超 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以及多位市议员郑凯玲 陈怡 林敏勋 施伟正 还有姐妹市促进会理事长陈士兵 总干事李经纬 并与宫古市长作喜位 一起登船明喇叭 正式启动第三场帆船赛事 很开心这次可以有我们的市议员 还有我们两位处长的陪同 还有我们理事会一起来 来到宫古岛看帆船比赛 我觉得我们来到的感觉是 他们看到了父母官过来 他们心中一定很欣慰 那刚才宫古市长也跟我们一起 参加这个行程 我相信在透过双方这样深度的交流 一个帆船比赛一定可以让两世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好 很希望基隆变得更好 也希望让基隆的能见度变更高 那看到很多是来自我们台湾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那我们特别大声的为他们来欢呼 为他们来喝彩 那希望说他们可以在这个比赛 兜兜兜的佳几 让我们大喊一声 台湾No.1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借由这次的活动 让这个基隆跟我们这个琉球 我们的日本公务岛师 这两世的这个 是交流可以更加的顺畅 我们这一次来到我们这边 帆船比赛 希望说我们之后的所有的帆船比赛 我们的台湾的朋友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爱好游艇的这些帆船 帆船的好朋友 能够来参与这个 这么盛大的一个比赛 赞 今天很开心来到公谷岛 看这个帆船比赛 希望我们基隆市的未来 也能多办一些帆船比赛 海域性的活动 那今天在这个公谷岛 气候非常稳定 希望每个选手都能够夺得佳级 然后也希望我们基隆 和这个东谷岛之间 能够有更多交流 基隆市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也跟做喜卫市长谈到 两世的交流不仅是官方友谊的象征 也为民间创造许多机会 期待未来双方工商界的业者 能够举办相关产业会展 展开民间交流的可能 为两世创造双赢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台流国际帆船赛活动圆满结束 有一名住在公谷岛市的 伊良布岛87岁老妇人 使基隆人在岸边 见到基隆交流团的成员 当场喜极而起 他相遇固知 现场的气氛格外感动 基隆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首忍日语 在现场协助翻译 而这位松川李子女士 出生于基隆 七岁的时候跟父亲坐船到日本 现居宫谷岛市的伊良布岛 他在新闻上看到台流国际帆船赛 知道基隆交流团到访 怀着思乡之情 想来见见基隆的家乡人一面 终于在岸边等到了交流团 老妇人说 能够在有生之年 见到来自故乡的人 真的很幸运 他说他很高兴 他很高兴 他说他现在还在 他已经八七岁了 他没有想到 自己在这地方 还能够帮我们基隆人在这边 这样子 感动 感动 也有一种叫做来 想到你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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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很開心,他說他沒有想到87歲年紀很大,他有這一天可以這樣碰到我們季合輪 他覺得自己很慶幸,現在還現在 我們也很高興,來這邊可以看到季合輪 這是我們的鄉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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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日生,陳淑平,基隆報導 副議長楊秀玉鼓勵銀法長輩多運動 就商請了專業舞蹈老師Penny來教舞 計劃7月7號開始,每個禮拜五早上到鐵道公園跳舞 跳這時下流行的廣場舞,不分男女老少歡迎一起來運動 隨著音樂節拍跟著老師編排的舞步扭腰擺臀舞出健康 由於基隆市已經進入超高齡社會,要如何長保健康就非常重要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看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此商請專業舞蹈老師Penny來教舞 那我也謝謝我們的Penny老師,因為前陣子我跟她聊天聊到說 她願意為社區來付出,那教我們一些美魔女來一些簡單的舞步 就是現在很流行的廣場舞,那我們最近有約好說每個禮拜的禮拜五 在我們七獨有名的鐵道公園的廣場,跳這個廣場舞 那Penny老師她會有很多新的舞步,來教我們大家跳舞 楊秀玉計畫7月7號開始,每個禮拜五早上10點到11點半 到七獨鐵道公園跳時下最流行的廣場舞 就大家一起來跳舞,維持身心健康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玉洋舞蹈團的Penny老師 那這個呢,現在很結合就是時下的那個流行的廣場舞蹈 那這流行的廣場就是有現在很流行 Black Pinker的Flower,以及Idols的Queen Card 然後讓他們去用最簡單的舞步,又跟著最時下的寒流的嘲諷 然後跟著他們一起去運動,那當然就是每個 我們從7月7號開始呢,每個禮拜五的早上10點到10點 對不起,早上10點到11點半的時候呢 我們會就是男女步居,可以大家一起歡迎來跟我們熱舞跳動喔 楊秀玉也先請老師帶著她和幾位閨蜜好友們 先到她的議員服務處裡面試跳一番 雖然舞步動作不難,但是一曲下來也是香漢淋漓 充分達到運動流汗的效果 2、3、4、5、6、水牆壁、鼻腿 楊秀玉的魚 楊秀玉還好 1、2、3、4、5、6、7 楊秀玉的小花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楊新一區某社區後方的擋土牆有3到4層樓高 半年來發生了兩起山腔摔死的意外 造成了不少社區居民驚嚇 為了要避免類似的事件發生 市議員韓世玉服務處就邀集了市府單位會刊 研議設置防護網 希望不要再有動物發生悲劇 社區後方的擋土牆有3、4層樓高 透過空拍角度來看 是一大片叢林 又緊鄰生態豐富的天外天浮雨公園 卻金船接連發生三槍摔死不幸事件 去年底的時候也有發生過一次 然後也一樣好像判斷應該也是十足摔落 因為他也沒有外傷之類的 也是有吐血這樣子 應該也是摔下來的 如果有小朋友在這邊玩還是什麼 他們有時候會騎腳踏車之類 經過這邊看到屍體這樣子其實也是不太好 這一次的那個動物墜落事件 就是很多住戶突然看到也會有一種害怕的反應 那動物其實墜落我們也很難過說 因為就是因為動物其實我們也希望說 就是多多保護他們 所以我們希望韓醫院的團隊能幫我們協助 看是否有什麼的措施及方法 社區的居民受到驚嚇不堪其擾 也不願見小動物平白無故上命 地方希望能夠爭取在山坡上加裝防護網 市議員韓市議服務處找來市府相關單位會堪 不過擋土牆緊鄰的是私人土地 距離天外天浮予公園還有一段距離 究竟防護網該由誰來做還要再討論 這是整個大區域的生態的問題 它不是光是微笑台北上方這個 但是微笑台北上方這裡 我們希望能夠保護居民的感受 但是我們看到天外天浮予公園 以及私人土地這整片的區域生態 越來越豐富 野生動物或是稀有蒸物越來越多 我們很希望政府重視這一塊 這是好的事情 也是我們基隆市 越來越進步繁榮的象徵 其實我們環保局的部分 這附近後面是浮予公園 但是它這邊跟我們這裡 已經有滿強的一段距離了 因為這塊土地是私人土地的部分 所以我們目前是有點難以去做協助 大家都推要做生態檢核 就是要去興建任何建物的時候 要去了解說這個建築會不會造成動物受困 會不會動物掉到水裡爬不出來 這些問題 那當然現在這個案例的話 其實這個建物的所有權人其實也有一些責任 那它應該要去做好防護 那可能如果發生這種動物容易掉下去的情形 它可能就要做防護 那隔壁是私人土地或怎樣 那可能就是要去協調靈地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保護動物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地方希望大家能夠凝聚共識 一起把問題解決 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也希望帶給下一代正確的保育觀念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希望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向日報 西雍市政府各單位 正在推動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動或是社會福利措施嗎 關心市政奏回來節目 特別邀請了產官學界 來討論各項政策最近發展 也歡迎民眾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地美洲山晚上9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奏回來